新闻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先犯大包小包带着毒品 带着电梯一如往常要出门交易 但他不知道的是原警早就等在外头 这时候我们已经在那个门口 电梯门口埋伏了 不要动 电梯门一开 三名原警冲了上去 大手一抓把人给拖了出来压在墙上 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 嫌犯真的吓傻了 刑犯被押制还是不肯乖乖就犯 猛力挣扎 但终究敌不过三名原警力气大 手脚上靠 但警方为了要抓他可是煞费苦心 警方说嫌犯相当狡猾 轮流入住日租或是月租套房里 半年就换了三个住住 这一次更住进了台中逢甲夜市里面 警方想抓人还得带完便装秀 三十多名原警轮流装路人 嫌犯带枪逛逢甲夜市就怕擦江走火 探员还得骑i-bike装游客陪逛街 过程宛如震探电影 我枪在这里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警方在嫌犯住处找到四把改造手枪 以及一把空气枪 还有市值一百多万的海洛因毒品 尽管嫌犯再小心翼翼 但魔高一时道高一丈 嫌犯怎么也没想到警方早就有ICU 逛街游客骑车路人 都是逮捕他的警察 这是孟辉交话报道